这个俗话说的好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很多的女生最大的愿望 大概就是嫁一个好老公了 虽然现在的女性朋友 大都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 但仍有一小部分人 希望凭借自己的美丽风韵 与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结婚 满足自己的小小虚荣亲 有书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关于一个女人追求虚荣生活 为了一夜光彩夺目 结果却付出了十年的辛勤代价 这个故事就是来自于莫伯桑的《项链》 故事的主人公马蒂尔德 虽然出身贫寒 但却长得是漂亮动人 样貌出众 所以呢 马蒂尔德总觉得自己生来 是注定不平凡的 就是应该来享福的 只可惜 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美丽的女人 她与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 罗瓦塞尔结了婚 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简陋 桌椅十分的破旧 帮她料理家务的 只有一个来自外省的女仆 要知道 这可和马蒂尔德想要的差得太远了 因为在她的幻想里 生活应该是这样死的 蒙着东方愁的四壁 青藤高脚灯 珍贵古玩的精致家具 香气扑鼻的内客厅 与自己清坛的英俊男朋友 梦想 那么的绚烂 而现实却如此的简陋 马蒂尔德真是不甘心呢 一天夫妻俩接到了来自教育部长举办晚会的请帖 丈夫原本以为马蒂尔德会很高兴 结果对方却生气的将请帖丢在了桌上 因为马蒂尔德觉得自己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去参加晚会 要说这个罗瓦塞尔也是个宠奇狂魔 为了让太太开心 她把四百法郎的积蓄拿出来 为马蒂尔德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可临近晚会那天 马蒂尔德又开始焦虑了 原来啊 她发现自己没有首饰和珠宝 显得十分的寒碜 可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 她再添置珠宝首饰了 无奈之下 马蒂尔德拜访了弗雷斯蒂埃太太 并从她那里借来了一串漂亮的钻石项链 在晚会当天 马蒂尔德艳压全场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打听她 并求人介绍 男人们接连不断的邀请她跳舞 甚至连部长也是这样的 这让马蒂尔德十分的得意 这场如梦幻般的美好的晚会 一直持续到早晨四点 当丈夫将平时的衣服披在她肩上时 她敏感的发现 这寒碜的衣物可能会被别人发现 于是赶紧跑出了大门 由于没有马车 他们沿着塞纳河走了好久 回到家后 马蒂尔德在照镜子时 突然大叫了一声 原来项链丢了 马蒂尔德和丈夫惊慌失措的找了好久 还去警察厅报了案 但仍然没有任何的线索 最后 他们在王宫附近 发现了一条相似的项链 价值三万六千法郎 两人咬咬牙 决定买下了这个项链 并也为此签下了不少的借条 甚至还去借了高利贷 罗马塞尔先生就这样 一夜之间老了五岁 马蒂尔德决定还掉这笔巨债 于是他辞退了仆人 换了一个更差的房子 将家里的重活脏活 全都交给自己来做 他开始穿得如同 平常老百姓的女人一样 并开始在菜市场 与人讨价还价 就这样过了整整十年 夫妻俩终于还完了巨债 但此时的马蒂尔德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心气 她成为了一个坚强 而又粗暴的妇人 头发从来不会好好梳起 整天提着高嗓门说话 但偶尔也会坐在窗前恍惚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丢了那串项链 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一天 马蒂尔德去散步 路上遇到了弗雷斯蒂埃太太 她不禁向对方诉说了这些年的经历 当说起自己归还的那串项链时 她一脸的天真和自豪 自己十年来通过努力 终于把债务还清了 然而弗雷斯蒂埃太太 却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的消息 当年借给她的那串项链是假的 最多也就值五百法郎 看到结局 想必诸位也和有数据一样 不禁为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感到惋惜 或许现实的本质就是如此 没有人会成为灰姑娘 但却有很多人在生活中活成了马蒂尔德 项链创作于1884年 是莫伯桑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走红 成为了莫伯桑短篇小说中传阅最广的一篇 故事里的马蒂尔德的精神追求和命运起伏 实际上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 法国社会的病态现状 平民老百姓的生活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人们对现实生活极度的厌恶 对上流社会交涉淫逸的生活有十分的艳羡 整个的社会群体陷入了一种爱慕虚荣 且又自怨自爱的病态心理中 而项链的故事正是对这一社会现状的无情揭露 这个有书军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对于女主人公马蒂尔德的第一印象 其实就是自恋 自恋和自信不同 后者是积极正面的 而前者则是一种人格障碍 自恋的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对很多的事也失去了该有的判断能力 国外有一条小视频 就将自恋的人格清晰的分为了四种 有书军将这条视频翻译 并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关注有书快看微信公众号 私信回复自恋两个字 你就能看到这条视频了 微信搜索有书快看 或者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有书共读APP 那里会有更多有趣有料有内涵的视频 等着你来看哦